这半期讲解是日图杯的第四轮 王天一和曹燕磊首次交锋 那么曹燕磊是小看的王天一 这是2010年的比赛 那个时候王天一还没有拿权冠军 曹燕磊也是平头哥 刚出道见谁都不怕 开局形成了一个单体 对战一个武器炮 洪方那把鞠量出以后 黑方就出鞠抓炮 洪方自然是看重 找机会封鞠 黑方他不让 把鞠拿到河口 洪方呢这里不是 那黑方也实现不可视 这儿的话就给你换 如果换掉的话 这个棋啊 洪方出鞠比较快 将来可以抢占对方的河口 吃足呢空马 那这里呢 黑方不满意 他选择鞠二平五 先不对 这儿洪方选择马二一 黑方正常也就出 洪方挺边兵 不给黑方棋合的机会 那黑方也是禁足 互助边足 这儿洪方走的是鞠六心三 那么这里啊 随时上马打鞠 所以黑方呢 提前就把鞠拿过来 让洪方意图落空 洪方这时候也是鞠八心六 看对方怎么走 接下来呢 这个棋啊 黑方就马七心六了 准备呢就是啊 有一个鞠闪开之后呀 抓鞠的可能性 比如说啊 鞠五心二 再马六心四 所以这个棋 洪方就平均顶住不让 黑方就顺势一打 这儿洪方呢去对 正常的话可以飞向 你吃掉我就吃掉你 将来始终可以有马六心七的手段啊 这样的话 黑方比较满意 黑方主动去吃的话 等于说是帮洪方走的一步棋啊 看着架中炮 他不敢架呀 因为这个棋架完之后啊 他自己的阵型会有问题 临场的话 这个棋啊 洪方有退居的手段 黑方也就求稳飞向了 这样来的话 就被洪方守住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黑方呢 强行一场打开局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 敌不动我不动 黑方呢 这个棋不要主动去对啊 随时可以马六心七 而你现在对完之后 被人家看住了 现在这里就出问题了 你啊 没办法 只好弃足啊 这儿想强行打开 人家打掉 那么对方一看没便宜啊 会满意灯 想吃一个 这儿洪方就闪开一步 黑方赶紧以退为进啊 将来想测评自己的上马 那这里洪方选择的招法是 马歇进武 那黑方啊 他走的是炮队很七 因为洪方是准备上马来着 他的意思是 你上马呢 我就举霸兵器啊 将来踩掉你啊 你也拱我一吃啊 这样的话把这个兵可以吃掉 还同时呢 可以吃炮吃鞭兵 那么这炮一左右持重兵啊 准备横扫千军 面对这个骗招啊 洪方也是有办法 这边走的是回马 黑方吃完以后呢 洪方也就拱掉 对方呢 正常想吃的时候不敢吃了 因为刚才他没有回马 你吃完他一项可以打闷弓啊 现在这多了一个马 你就不敢吃 否则这个鞠就白丢了 所以呢 黑方就想我这边啊 平鞠闪击一下 又可以吃炮 又可以打马 洪方刚好上马就看住了 所以黑方这个棋啊 没办法啊 等于是白丢了一个足 非常可惜啊 那平再进足的话 这个棋啊 洪方也就吃掉 对掉以后呢 洪方把这个马先撤回 将来呢 有机会给你放中炮啊 就掉鞠过来杀你 黑方的话就先退炮底线 做一个防守 洪方也不着急 先挺兵 黑方一吃之后呢 走了个炮 打马 这儿对方也就向掉 现在洪方就是用兵种好的 欺负黑方 然后的话 这能吃足 他也不着急吃 他先走一个点鞠 吃炮吃相 这个很厉害啊 把相一破之后 这个足还跑不了 先其后取啊 破个相 这儿的话 黑方呢 就浸泡 看着这个足不想丢 洪方就献一个兵 强行要吃掉 黑方只能去拱 不然给他再冲下去 不得了呀 那么这儿吃掉以后啊 这个鞠就杀回来了 抓着炮 黑方也是坐不住 退回 这儿洪方呢 选择炮退一步 准备就是炮四平 抢对方的鞭足 所以黑方到这儿的话 正常是对足 但对完之后 又担心啊 这个鞠走开 人家吃他相 再进鞠抓炮啊 所以还是不利 他选择是进鞠啊 就跟住不让你打 洪方炮四平二 准备下去 黑方如果挡的话 显得消极啊 他不愿意 这儿选择抛七平六 意思是你将军 我就落下 给你换掉 那洪方呢 先到中间 给你对鞠 欺负他 这个棋有点过分了 一旦一对的话 关键他缺项 这个棋呢 就守不住 所以呢 黑方不愿意啊 他选择平鞠 试图用炮去打马 然后吃炮 想得子 洪方的话 他也不僵啊 就退两步 黑方正常的话 应该是要打掉的啊 但是临场的话 却没有打 他是担心丢相 接下来的话 这个棋啊 洪方顺势一打 黑方选择拘柳平二 希望我炮换掉 他一手缺个相 你这边如果是个马的话 你没有炮 那我就不怕你啊 这儿还想战斗 不过王天一这时候呢 并没有去对炮 那么这儿甩开之后 准备了一些边线 对方呢 过来一抓 那这棋炮一平啊 太厉害 对方按住还想打 你也将他打掉 你被你试破了 所以呢 红方这个棋啊 进去就抢炮了 黑方简单打掉 那红方这棋就居无平六 现在吃着炮啊 对方正常是要走炮 这儿担心被利用 他选择平均呢 先抓炮 那么红方就炮而平易啊 你再抓他又过来 总是要下底线 或者是涨起了方中炮啊 你受不了 那么这样的话 似乎顽强一点啊 他选择的招法是退回 这样红方就简单打出去了 那么黑方虽然也吃一个兵啊 但是红方这炮一出去不得了呀 这棋虽然说对方只缺一个像 但是的话 这个棋啊 确实是没有办法呀 前一发而动全身呀 这里啊 飞像啊 现在就冲 红方这个棋啊 来势汹汹 这里黑方呢 很想去吃这个 鼻鼻不敢 因为就是缺这么一个像啊 那你就合不到 到这以后呢 没有办法 只好去逃 红方就金蝉脱鞘啊 到这的话就没吃双 拿苹果来 再一吃啊 这里往外平 利用规则 这的话退回啊 双方是斗智斗勇呀 推炮啊 这边甩开啊 现在就杀中像 落下以后呢 进鞠看着兵啊 退回呢 找机会放中炮啊 先抓你像 如果你飞像 那你就放不了中炮了 进鞠吃双 就可能不像吃掉 对方呢 也吃炮啊 但你吃不到呀 对方也是无奈 跟着兵算了 吃个像 我吃个兵 红方下底线 黑方也下底线啊 必要的时候 你们俱用过吊 红方先吊鞠 黑方飞像 这甩开打鞠 哟 这个棋 看似不敌啊 其实是骗红方 如果你急于将军 他给你对鞠了啊 这棋就跑不了了 所以这棋 红方先闪一步 给鞠能一个位置啊 将来这个棋 将军之后 可以鞠三平二 那你就没法对鞠 黑方一看 骗不到红方 只好直视 这样的话底线一将呀 那么随时就可以 把尸破掉啊 那么这的话 是晃了一下 加一下秒 最终的话 这个棋 红方认为先下兵 也不着急 黑方的话 这个棋就退回了 到这儿暂时 也确实没棋啊 他这一棋 先抓一下 更稳健啊 然后把对方赶走之后啊 这儿的话 他是选择了一个穿江 最终是把尸给破了 做到这一话 突然就不下了 因为这个尸在丢就输定了 如果你还要去保的话 都炮退一步 金兵就杀了 即便你出来的话 推炮点江上天啊 还都越傻 所以对方这个棋啊 他跑不了了 临场的话就认了 这盘棋 往天一获胜 这盘棋 讲解是弃狙反杀 这是强软的一盘 对局 我们来看一下 红方是天命 黑方是锐剑 开局是四脚炮 对战的是右中炮 这个棋的意思就是 你走右边 我这边呢 走左边啊 这儿威胁中路 红方必须上马 黑方的话 选择上马 接下来呢 红方呢 选择马二进三 因为他是弹子炮 你出局 他也不管你 他就是要出局 抓你的炮 压你的马 你敢上马 就过河去吃你 所以呢 左边啊 他选择上边马 这儿的话 你出局 他就看主了 所以红方一看 这边没有便宜啊 开出左边大子 这边呢 找机会想封局 但是以往的招法 你封局 他可能会阻散心 将来这个马要跳出 所以的话 红方呀 这边是没有便宜的 那么他选择挺兵啊 不让对方马跳出的情况下 再把他封住 就比较满意了 所以的话 黑方必须要走到河口才行 这儿找机会 可以呢 进入腰队 红方走pos平六 这是一种 异形换位的招法 你要队就队啊 队员我马就上去了 所以的话 黑方这个机啊 正常也就出局 不管你 你要上就上 上完反正你这边呢 被牵着不舒服 你要脱身 还得送我一个冰尺 所以红方呢 不着急 红方的补相 找机会补失 再把鞠拿出来 黑方的话 到这里啊 那进足去队啊 当然人家上马 将来平炮牵住他 不甘心啊 所以就点鞠进来 试图威胁红方的马 按道理 你该平炮对决了啊 但是他这时候就不对 补了个事 这招骑套路之身啊 因为你直接对掉的话 那可能就换掉了 他不对的话 他现在就让你往里前 然后他浸泡 你吃个马之后 他一平炮 打足 将来呢 有一个困居的手段 非常厉害 你为了解救这个居 就只能推卧心马 那人家在过河去啊 吃足啊 将来闪击你 所以黑方 虽然多一个子 一个马在卧心 一个在边线 他无从发力 那么红方 内狙一开啊 两个狙呢 就可以控制局面 所以这个骑 他痛苦呀 只要有一个炮下底线 对方就崩溃了 那你的狙还在这里 出不去啊 所以他吃完这个马 就会泥足身陷 所以临场的话 对方决定啊 打掉 你要吃 我就杀掉你 将来吊眼枪头再抓你 因为他要把相机 还可以连起来了 就不怕你急而起了 那红方一看不行 我给你对一下 黑方如果不对啊 那踩掉之后一吃 红方这个马就上去了 所以黑方这个骑 就控制不住了 所以他就选择换掉 这样的话 不让你拘过和反击 然后呢 这个骑马还得退回去 这二你吃着他的子啊 正常是要退的 但是一退 可能担心被牵住吧 他选择的是放中炮 意思是你要吃 我就打掉你 将他不让你去动 那红方为了动机 就不能吃他 红方走炮的平7 这招骑呢 是这么冰淇淋威胁他 那么如果你走炮5平3 好 他G1平4啊 这样就在抓你 所以呢 黑方他不敢 黑方选择招法是飞向 这样的话 看着委屈啊 红方暂时还不能送兵 因为这样的原因是白扔啊 你的G还没出去 红方决定先踩再输 黑方也就打掉 这样的话 红方先打掉 因为你出局 肯定是G抬不起来 他可以点将利用你 红方炮打掉 意思是一心欢味啊 这样上马可以抓对方 利用他 黑方呢 现在回马 他的目的是上马踩炮 把你赶走 这个马就活跃了 红方先踩黑方的炮 对方就退一步啊 这儿看你怎么走 如果你敢马骑进武啊 立马过河机抓你 所以红方暂时啊 也没有好位置 这儿他选择招法是吃一个 那么你不吃 人家一踩你啊 你就吃不到了 反正这个马你也控不住 索性的放开 这儿的话这个骑啊 你敢上马 这可能又打过去了 所以对方不愿意 他选择先踩一脚 看你怎么走 红方炮三平四 为将来退回做准备 然后这个G就可以灵火啊 离带淘江 这儿的话 黑方先补个事再说 那么这里是担心 人家金炮去串啊 那接下来这期呢 红方正常就把G亮出来了 准备呢 冰三金啊 将来把这个冰冲过河 这G就可以去吃炮了 这儿黑方的话 就马五进七 红方就正常冲 黑方就上 然后红方就冲过去 黑方走G八金六 将来可能会压马 红方这个马不太舒服 平边呢 这步骑啊 确实是精彩啊 云开月明呀 这儿的话吃着底相 还打着马 看你怎么走 那现在黑方这个马就退回 抓炮要给你换 红方肯定不愿意换 就跑四金二 他的目的是 让你去吃这个马 他不要了 将来呢 有一个G石像分边下底线手段 所以黑方还是很有顾忌的 他选择的招法是先上马 将来拦住G啊 踩冰 红方冰肯定不能丢给他 这儿的话 往下冲一步 黑方很想跳马 但是没有用处 因为他炮在这里啊 将来推炮打你 那么追战棋的话 黑方先吃一个 看你怎么走啊 红方这儿就把炮平出来一步 找个机会呢 可以呢 进炮去对一下 那黑方就上马 他不让你对啊 对的话就失子 所以这儿红方选择 先吃一个再说 黑方选择的招法是进边阻 看你怎么走 红方想对炮不能对 他选择的招法是炮四平 先打G 黑方拿出来一步 看你怎么走吧 红方选择下底炮 你这个马一走 就杀你的底相反抽你 所以这个马不走 G暂时就过不去 这个马就是安全的 那现在有这个马存在 黑方想跳就进不来 黑方呢只能马四行六 表面看起来是要踩兵 实则是暗度陈仓 他要走的棋呢 是炮五退一 然后呢 这个马都进四进来啊 又可以挂脚 踩G 又踩着炮 还握着槽 所以呢 这个棋啊 一箭三雕 太厉害了 红方这个棋要想防守 必须补强中路才行 首先马骑进五啊 你不能挂脚 其次呢 就算你推炮 你跳马我还可以顶住你 你也不能握槽 也不能踩炮 所以这一招棋啊 就把对方的棋化解了 而且呢 还给他来了一招 炮八进一啊 如果你不走炮五退一的话 他一招棋啊 就吃你的子 所以这个时候呀 对方应该来说啊 还是应该炮五退一啊 贯彻马六进四比较好 他选择的是马六进五 直接开灯了 那这样的话就项掉啊 对方这个棋呢 如果有马吃 人家就会把你的项吃掉 你点姜可以落势啊 跳马姜可以呢 填回来 所以呢 没有杀棋 那么即便你先跳马一将 出来再点姜啊 垫炮 你也不能被炮 因为他吃完项抽热鞠 所以呢 红方这个棋啊 就不怕你踩香 黑方呢 不敢踩 只能打掉 然后呢 这个棋啊 红方采取的是初帅 黑方呢 这个时候退回啊 这儿的话红方选择马五进六 这个棋的意思在于 不让对方放炮啊 那么对方呢 过足没棋走啊 红方就跑一平二 那将军打掉你 你吃炮他吃你的马 所以黑方呢 选择马戚进五 试图混水摸鱼 这儿是骗红方去吃这个 象啊 一旦一吃象 一面拍死的 进来勿潮杀 那么这里的话 红方就长鞠 你这一将 我给你对鞠啊 这儿的话 你背炮背不上有马 所以这个棋你不行啊 你马也走就没棋了 现在这个棋的话 黑方走的是马尔腿七 准备点将吃鞠 红方的话 这个棋选择是马尔军四 更不怕 随时可以卧槽 黑方的知识也是正常招法 那红方就跑八平五一将 黑方选择是出老将 然后呢 红方选择招法是回马给你换 人多欺负人少 你一吃他一吃 你再吃将军 进不去就点炮 那吃炮啊 最后是举炮 对弹君 那对方不行 他选择是平过来 这儿的话隔断 现在呢 回马踩鞠 把马先赶走 这儿吃个炮再说 点将之后呢 眼看抓死鞠 回到红方这里啊 将对方只有上 不敢进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进去的话 他可以上一步老将 将来你吃不到鞠 他吃你的鞠 你闪开之后呢 冲炮杀你 你现在只能踩掉 然后他一吃 现在中间一将啊 随时吃你 你即便点将之后呢 也是没用 将军的话还是不敢动 这儿你将不能将 鞠�还不敢动 为了动鞠 只能选择先落个室啊 避免他一将吃掉你 现在他把相一吃啊 这儿一下底炮 就绝杀了 所以这鞠肯定要 想办法吃炮 就跟他 不让他方中炮 不让他下底炮 那么这儿他退鞠回来 也不让你马走开 你马也走 底下门杀 最多这里 双方必然是一个交换 那这鞠啊 鞠马赢定了 所以说这个鞠到这儿以后 对方就上 上来之后呢 这边就吃掉 突然的鞠 让黑方措手不及 就弃给他了 弃完之后呢 形成三星战离部之时啊 这儿有一个重炮杀棋 对方必须要挡 然后的话 这个棋啊 你现在吃马去了 人家回来就让你吃啊 对方不能平吃 否则打死鞠 只能进一步吃 这样的话 拍一将 跳一将 抢先手 对方不能下 重炮杀 因为这个炮二平五 炮二平五太厉害 他只有上 上来的话 这个棋啊 选择招法就回马 中间的话 就困你的鞠 对方很想放中间 又怕被牵住 就想逃跑 现在你不敢出呀 出来进老帅打死鞠 对方不得已 选择了放中鞠 吃马 虹方呢 就落实 你敢吃打死鞠 黑方平足解围 这儿的话 放中炮虚打 对方平足 这儿直视 最终的话 这个棋 是把鞠困在中路 你再是不敢吃 你要抓适 他就不识打鞠 你这里过来之后呢 他选择抛了推 什么意思呢 现在就在逼你吃了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你不吃的话 比如说你走个进竹吧 他马上直视 这时候怎么办 非吃不可 打着鞠啊 然后他这里抛了平五 硬把鞠活活打死 所以对方这个鞠啊 放到这儿 你现在如果不走 就会丢掉 但是如果你走开之后呢 这个棋 红方仍然是指使杀你 黑方呢 正常进鞠要看足 那么红方这个时候呢 可以选择的交法 是马五推六 如果这里将军你出来 那马六进七啊 就杀起了 所以对方呢 不敢 他只能走足 到底是一样 中间一将 你出这边 他马六进七 只能出左边逃跑 这儿抛一拴 把足以踩就要杀起 对方就有下 因为这个棋 你要是砍马 就有点出棋 你不砍的话 即便你退到这个位置 他这一将 你受不了 退到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是防着他 马三进五杀起 他可以吃就也不吃 他可以马三进二杀你 所以这两个点位啊 马三进五 马三进二 你是守不住的 所以这个棋 对方是防目省防 可见呢 这个棋走区也是要出棋的 那么我们看到下一步一之势啊 中间打棋 对方不管是走棋还是不走棋 这个棋啊 不是吃棋就是杀棋啊 跑不了的 所以对方也是很无奈的情况下 含着泪水 把这个马给吃了 可见电脑算多之深远呀 吃完之后呢 指使打棋啊 这棋就跑不了了 吃完棋之后 对方顽强了一下 但是都没有用啊 因为这个棋 那黑方就剩一个足了啊 没有人了呀 龚方这棋呢 就把对方给吃光了啊 对方一看这个棋 再不认出啊 真的要吃光了 那天命活胜